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增长比预期低 行家认为未来季度的表现会更疲弱 估计三分之二的销售会受到需求减弱的冲击 因为管控令和新加坡关闭非必需企业后 导致大部分贸易渠道被迫关闭或是允许外卖 加上大型体育项目延后可能进一步打击需求 因此行家下坎本财政年盈利预测21.9% 同时将派息率调低至50% 目标价也降至21令吉 同时下调平极致低于大事 建议趁高脱手 为优优优优优独播出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